好 镜头回到台湾 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 家里山啊 它现在呢 是苗栗热门的登山路线 不过随着登山客越来越多 也频频传出意外事故 像是跌倒啦 或是被落石砸伤等等 光是三天之内就发生了三件 这也让救难人员疲于奔命 消防局就再次提醒大家了 说登山之前呢 大家最好一定要带足装备 而且一定要好好评估 自己的身体状况 千万不要贸然上山 这路还很老手 登山客腿部被落石砸伤骨折 无法行走 救难人员用卷式单架 包覆住伤患 慢慢带下山 沿路的陡坡增加救援困难 救难人员轮流搬运 终于顺利把他送到登山口 救护车已经在这里待命 不过就在救护车 前往医院途中 又传出另一名登山客半路昏倒 失去生命迹象 救难人员连装备都来不及收拾 马上动身爬上山救人 紧急为他进行CPR 家里山是苗栗热门登山路线 但随着登山客爆量 意外事故频传 最近三天就发生三件 有人跌倒 有人被落石砸伤 有人昏倒 让救难人员疲于奔命 如果民众登山到一半身体不适或发生意外 也要留意附近有没有救援装号或特殊景点 提供救难人员判别位置 确保自己能顺利获救 华人区黄主阳 终于吴绍青苗栗报道 明镜鲁撮 Mov迪艾尔 明镜鲁撮 网友 成长